林永夫這天出戰生涯最後一場學界賽 林永夫打破學界紀錄跳出七米八九 擦身香港男子U20跳遠紀錄 究竟七米八九有多遠呢? 大概跨過三輛巴士的闊度 林永夫被譽為田徑新星 用了一年多時間就已經除得皆職 還參加過世青等大賽的劍破紀錄 但他認為溫冬員的成功 並不單單靠天才 我真的不覺得自己是天才 只不過覺得自己一直以來 表現的東西是跳遠到展現出來 我一直在表現的東西 自己知道自己是做過什麼 或者努力了什麼才做到這個成績 那自己清楚自己就可以了 我小學又玩前勁的短跑 升中的時候就開始沒什麼競爭力了 之後就一直到升中五 升中五是個暑假 和朋友打球 發現自己很跳得 很有力 然後學界比賽又會進來 然後練習了一個月 然後玩了第一場的跳遠比賽 就不太懂得跳 但是跳的成績都是 只差1cm 就到了體院青少年錶 林永夫回想這個成績 並不是僥倖的 因為其實跳遠的助跑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其實我練跑 也會幫到我跳遠上的助跑 小朋友 他們在小時候參加運動 未必是他最後開花結果的運動 未必是最後他踏上頒獎台 拿獎牌的運動 男生可能要去到十八九歲 女生可能是十五六歲 你才可以看到 他真正的身體的build up 全是一個有力量型 或者有速度的運動員 King Sir提醒 當小朋友面對初節的時候 家長應該幫他們發掘自己的長處 如果不是 小朋友就很容易半途移快 其實有時候令到運動員早殘 早放棄的可能是家人的 你一定要幫我拿牌回來 拿到牌才叫我學到東西 我很希望很多家長 不要有這個想法 最重要是 在比賽中你要看小朋友 他是不是將自己 學到的東西展現出來 林永虎發現自己有潛力之後 正式展開跳遠生涯 是2022年 他出戰世界U20田徑錦標賽 成為香港首位 晉級跳遠決賽的運動員 而這次比賽 也是他跳遠生涯重要的轉捏點 玩了兩個月之後 我不是去看錶 其實那時候已經想著 可以代表香港出去比賽 那時候 基本上一場比賽一場TV 差不多一個星期一場 其實玩了幾個月 跟世界級選手一起比賽 12個人入決賽 我最後第九名 真的很意外 而且真的給了很多信心自己 有這個potential 繼續去玩下去 就有些想法 轉全身運動員 到時senior的比賽 都可以去到road champ 或者奧運 對於林永虎來說 跳遠並不是唯一追求 他選擇一邊升學 一邊聚夢 他今年入讀香港大學工商管理學 學師科程 憑著優異的成績 取得李兆基基金成立的獎學金 竟不單止減輕了學費壓力 還幫助了他在學業 和運動之間取得平衡 就可能自然開始玩跳遠之後 我心紅到我連打機都戒了 我玩過的東西開心很多 我打機都沒有感覺了 已經很悶 可能他們看到原來我在做一件事 就是完結了一個比賽 可以上到新聞 無線 他們看到都算是挺肯定 我這個行為 無論是家裡的關心 還是我對自己的要求都好 我覺得怎樣都會完結了DSE 分了大學的位置再轉全職 這樣會安心一點 不在家裡給我自己 我都會這樣選擇 始終覺得一個高級都很重要 港大一直以來 都是很著重多元教育的發展 在運動方面 我們都是從很多方面 去支援我們的運動員 李兆基基金成立這個 香港大學李兆基頂尖 運動員獎學金的目的 是支持和鼓勵頂尖運動員 去勇敢追夢 同時兼顧運動和學業 首先獎學金可以資助 好像林敏夫一樣的 學生運動員的大學學費 另外我們也鼓勵學生 利用這個獎學金 去支持他們在海外的交流學習 去擴大他們的國際視野 他們都可以利用獎學金 來支持他們的其他的學術 和運動的發展 這個四十萬 比起其他大學的運動員 金錢上的 學生運動員來說 算是很多的 那些是要不少錢的 你雙鞋也要千多 然後你跳起來又要爛 然後又要買 有時候你傷了或者路損 你有些治療的費用 雖然太遠有提供 像視野或其他人 但通常都不會完全依靠他那邊 在外國的大學 他們很重視體育運動 很多時候他們希望 找到一些優秀的運動員 入讀他們的大學 甚至乎給獎學金 這種雙重生活 應林敏夫必須學習時間管理 減少大部分的大學生活 一開始我入大學都有點嚮往 可能玩一些不同的活動 認識一些不同的人 但是我覺得順其自然 做好自己要做的事先 好像昨天那樣 早上練幾個小時 然後就要無款下午接 立刻飛過去學校上學 然後回整個下午 晚上可能又要溫一下書 鞏固回 昨天星期五 顧問回整個星期要學的東西 類似這些 一定累的 那都是死定的 其實累的時候都是死定的 我認為學生運動員 面臨最大的困難 就是怎樣做好他們的時間管理 以及怎樣去確定他們的優先順序 首先我們做法就是 給他們一個更加有彈性的 完成學位的時間 另外可能會有些課堂 他們上不了的 我們包括去錄影 包括叫同學去幫他去抄寫筆記 我們都有一些助教去幫他補回 上課時候損失了的時間和學習 作為家長應該怎樣支持小朋友追夢 同時又可以在學業之間找到平衡呢 小朋友小時候我們很鼓勵家長 要讓他們玩多些 例如小朋友 如果他們會定時去學一些東西 他們對時間管理 他們對於行藝力的培養 解難能力 而近年我們覺得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怎樣去面對逆境 面對失敗 怎樣在接受失敗之後 在失敗當中提出一些有用的元素 令到自己進步 其實現在最先進的運動心理學 就是教運動員 我們是先從小目標 小的任務去完成 到大的任務完成 將你要完成的工作 是一點一點很清晰地去羅列出來 你天才只不過是給了一個機會 給了這個機會 但你也要去做 才能做到成績出來 你有機會 但你不努力 你不去取 你都不會有一個成果 天才都要有機會 才可以被發掘 近年香港很多有心企業 為運動街出錢出力 及予機會替貴 及培育年輕運動員 行基地產以李兆基基金成立 香港大學李兆基頂尖運動員獎學金 支持現役運動員繼續學習 三年來已經幫助了20位運動員 林敏夫也是其中之一 除了為年輕運動員提供獎學金之外 行基地產也積極支持運動普及化 為年輕人提供學習 及親身體驗的機會 培養他們對運動的興趣 今年暑假 行基地產舉辦了 Breaking New Grant 突破行上階下活動 為中學生提供免費的運動訓練課程 包括平時比較難接觸的運動類別 例如劍擊及滑浪風範等等 另外亦舉辦精英運動員的分享會 給年輕人發掘自己對體育的興趣 啟發鼓勵他們打破自己的上規 勇敢追夢開發無限可能